再來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Panbar它不是只有這樣 因為如果只有這樣子 你大概也覺得不錯啦 但是用久了好像也不夠 對不對 所以它還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簡報13頁 即使這些服務不是它自己的 它也整合了很多的雲端服務 它整合了非常多的雲端服務在裡面 包括了一些圖褲 表情符號 這些呢 以前我們如果這剛剛你找的 比如說元素啦 照片啦 裡面沒有你要的 老師應該知道 你就是要去網路上找 對不對 那它本身已經有幫你加進來 在哪裡呢 來我先看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到我左手邊這個列表 好像比大家的多一點點 老師有沒有注意到你們現在進去左手邊 我進好像是四個來五個 我的是不是有比較多一點 有沒有 有對不對 沒關係 這不是你的錯 這個是在這邊來 我們再往下爪 你看到下面是不是要顯示更多 就在這裡 你可以按一下 把它按一下之後呢 它有整合了很多雲端服務在裡面 比如說 像這兩個 就是很著名的 我們講的 就是那個 創務機器裡面 那個免費圖褲 所以您從這兩個 Tixel跟TixelPay 這兩個網站 找到的 不管是圖片 影片 還是那個插畫 它都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您用在教材上 用在影片上 用在您的報告上 就比較不用擔心 版權上的問題 這樣OK 好這是第一個 它整合這裡 那再來表情圖號 甚至QR Code 包括地圖 甚至你的雲端 也是都可以帶進來 這些檔案通通都可以加進來 那你看我剛剛簡報裡面 有沒有插入YouTube影片 有 所以你也可以把YouTube影片 直接網址貼進來 甚至你連出去都不用 你看我點下去 直接在哪裡 這個 好我按一下使用 有沒有發現 直接在上面搜尋就好了 連你要出去 看YouTube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順便跟老師報告一下 這樣的功能 會在未來 Google Chrome裡面 採用 就是現在最新版的 那個開發版 Google Chrome 它就是設計成這樣 如果老師用的是 軌道的那個Edge 它現在就類似這樣的功能 只是它綁定 維爾的Beans 就是那個搜尋屏 所以目前用的比較少 因為 平常老師你會發現 我們都要找資料 你是 做簡報 一個頁面 一個應用程式 然後開資料 就是另外找了很多的頁面 現在就不用 就像我們Canva這樣做吧 它 在瀏覽器上面 用Doling Google的那個圖 你就這樣子 你找了搜尋的內容 就直接出天在左手邊 需要的時候 點下去就跑過來 這樣你就少了很多 那個視窗切換 或分頁切換的時間 這個是最 剛好最近有看到 那個新版本 它在介紹 這樣老師OK嗎 所以你從左手邊這裡 找到了 你就可以直接加進來 那 在這邊呢 除了像剛剛講 YouTube 其實還有好多服務 我沒有看過的 因為它裡面的 主要都是國外的 因為它裡面的 可能有些我們在台灣 比較少看到 那有一個很特別的是這個 Beatmoji 我就問一下老師 請問老師 你有沒有感覺到 最近 這個年 大家的頭都變了 包括你用LINE Facebook 你都沒有感覺到 老師大家要變年輕 變卡通話嗎 有沒有感覺到 常常 最近 不管是同學 都會被卡通 大家都不好意思 用真面目 秀出來 那 你一般用那個APP 大部分都講 一個兩個 對不對 來老師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個時候 我就要把自己切出來 這樣 因為剛剛覺得 電腦比較慢一點 卡住了 哈哈 沒關係 它卡住的也可以 你有沒有感覺到 這是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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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身 哈哈 應該都是同一隻 哈哈 哈哈 我可以很肯定 我用這個圖布 絕對不會跟人家相同 那這個就叫做B-Moji 你看一下 來 這裡 它不只給你一個 它給你至少一百個 哈哈 你看喔 我從這裡 來來來來 我從這邊丟進來 這裡 好 我的畫面我先收起來 所以 老師呢 不要客氣 像我點到這裡 好 答對了 有沒有 這樣點一下一個 然後呢 這樣 它還有分類喔 它還有做很多的分類 你有沒有感覺都是為你而來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 老師如果有興趣 您可以把這個APP把它裝起來 在這邊 您看一下齁 對 我這裡有它的網址 它的網址 那有 Android的APP 也有IOS的APP 不過你要留意一下 你登錄 安裝完之後 其實你在手機上 它會 裝完之後 它就會請你拍一張你的照片 或者你選一張 然後就自己裝扮好 哈哈 裝扮好 然後它就幫你產生 你剛剛看到 那麼多 都會 那如果呢 你想要在我們的Canva裡面使用的話 稍微留意一下 在這邊 就是 如果你要在Canva裡面使用 它會要求你 要安裝一個 要Snapchat 這個 這個在國外比較流行 它也是類似電 不是最近流行的便緣 它是用虛擬 就是我們本來 用LINE搖天 不是都會 現在也有類似的工程 就是在上面 可以幫你加一些 比如說長角 或是化妝 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叫Snapchat 所以它會要求你在手機上 也要裝一個Snapchat 那這樣子 你用這個帳號 就可以在Canva裡面 登錄之後使用 那如果老師這個 你們要用 你要在LINE裡面用 手機上用LINE會用 也可以 所以您可以參考看看 在這個地方 你叫Beatmoji 我把它網站打開給您看一下 Beatmoji 那你就看你的是Android的 還是iOS的 好你看 往下走 往下走 欸有了在這裡 就這兩個 好 您就可以自行 前往 欸 還是我把那個 網址把它轉換成 QR Code 老師就不要那麼辛苦了 來 點下去 像這邊 我打早安 有沒有發現 這裡就有早安組出來了 哈哈 跟早安相關的 好 那我覺得是還蠻方便的 欸 因為其實snatchet 跟LINE有點像 只是呢 它以前 就是比較強調 就是有個性化的這些圖 然後呢 還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它可以叫 有一個功能 叫做月後集穩 也就是你的訊息傳出去之後 我可以直接就拿 可能經過多久的時間 它就自動銷毀 那個紀錄就不會像LINE 留在裡面 所以有些人 並不喜歡 留下足跡的 他就會想要用這樣子 欸 所以這個是給老師參考一下 他也可以做這一塊 這樣OK嗎 那我就把這個紀錄都關掉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您回去可以再裝看看 手機上不需要裝snatchet 其實就可以用 但是在Penbar這邊的話 它就要求你要多做一個登錄的動作 就是登錄snatchet這個動作